短期飞行用的都是这种 相当于是消耗式 我们又叫这种非再生技术 而到空间站中长期飞行任务之后 如果纯靠消耗式的环境生宝技术 对于地面的补给压力是非常大的 所以就把再生生宝技术 作为空间站的 关键技术攻关项目之一 我们在空间站上 一共装了五套的再生生宝系统 第一套我们是把气体进行再生和进化 包括二氧化碳的去除 微量有害的气球 还要把水电解制成氧气 供航天呼吸 把尿就处理成尿蒸溜水之后 这个尿蒸溜水还要进入到一套 我们的水处理系统 处理成饮用水 也包括冷凝水 也要进入到水处理系统里边 这样也可以处理成为饮用水 这五套的系统在轨联合匹配工作 可以极大的节约地面上行的 航天的消耗品